古埃及的军事制度,在一个有人的地方,必然充满着贪欲和追求利益,为了维护利益或获取利益,必然要使用暴力,而不断升级的暴力,其最终形式就是战争,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个军队。 国家刚起步的时候,公民和军队是不可分离的,军队并非专业化的军队,而是临时征兵。 在这种情况下,要制定什么样的战术是非常困难的,与此同时,由于人口稀少,战术作用远不如个人的勇武重要, 而善于战争,当时更应该看作是一场取殴的人,理所当然的受到崇拜。 这一点不难解释各国英雄时代的来临,因为对英雄崇拜,加上策略不受注视。 所以,无论是古典希腊,还是苏美尔诸城邦,无论是前王朝的古埃及,还是上周时期的中国,战争都只是部分权威的专利。 拿中国来说,也许我们更能理解。 上周时期的中国,最有作用的战车手,由贵族阶层组成。 他们是居住在城市的手工业者,也就是中国人,而广大的农民。 野人甚至不能作为军队的一部分,这直接影响到战斗规模,直到无国解放,才开始中国战争的升级。 与此类似,古埃及的战争,也不是广大的人民战争,而是所谓的贵族战争。 而从纳尔迈开始的统一战争,也应该不会脱离这一范畴。 因为我们可以从帝石王朝的对梅里卡拉王的教育,看出那个叫涅捷斯的阶级,在那个时期,真正得到尊重和使用。 所以,从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,古埃及的军事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,兵员大多来自临时征兵。 而且军队的主要作用,除了侵略和征服周边部落外,更多的被用来护送采矿队,以及自己作为一支采矿队,为法老获取一些必须的石料和黄金。 由于古埃及统一后,军队的作用远不如后来大,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古埃及统一后,没有强大的敌人存在,没有大规模的会战。 就像中国,若没有北敌人的骚扰,赵人又怎会发展骑兵,需要动力,中外斗同。 随住第五王朝乌纳斯王的逝世,古埃及古典时代宣告终结。 第六王朝开始,由于地方政权的扩张,古埃及已无力牵制周边部落的侵犯,导致亚西亚和利比亚人对三角洲的广泛渗透,直到中王国重新统一才改变现状。 在第一中间时期,由于王权的衰落,地方政府行使了很大的权力,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。 有些作家把这个时期的古埃及称为封建时代,自古埃及分裂以来,内战自然不可避免。 此外,战争规模的升级,使原来暂时招募的民兵变得苍白无力,军队常常要应付总督和军长的紧急事件,久而久之。 原来的民兵就发展成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固定战斗兵团,除奴隶外,各阶层都成了招募对象。 它是古埃及军事史上的一大转折。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规模的专门的军队组织,其编制一般是以六人,四十人,一百人,四百人,六百人,两千人单位组成。 分别是第一中段和中王国时期,它的最大数额是第十一王朝,使用了三千人的军队对朋克的远征。 他们被固定在正常的军队里,与家庭经济脱节,转而成为职业战士,成为世界第二大常备军。 这些固定的常备军士兵,通常可以得到政府颁发的特别津贴,而这通常是免税的。 第一个中间时期,由于南北矛盾以发展为对峙,北方的赫拉克里奥·波里斯和南方的迪比斯都开始雇用外国人互相对付。 亚西亚和利比亚北部的辅助部队,南部雇佣了奴比亚人,在十一王朝建立后,中王国的奴隶制得到了扩大。 曾经是大公告成的奴隶制国家,到了十二代,由于奴比亚的征服,他们成为了古埃及法老的奴仆。 同时,在古埃及刚刚开始为警察部队服务时,一个著名的麦德查部落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。 之后,我还会提到,尽管在中王国时期,国王的兵权占多数,但是地方总督仍拥有一支四百至六百人的地方辅助部队。 他们的主要角色是护送,并参与反老出征的辅助部队。 第二个中间时期,古埃及军队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。 这一次的改革是痛苦而来的,中王国的军队很强大,在对付邻国的部族中毫无进展。 特别古埃及人在弓箭方面的天赋,甚至在后期古埃及弓箭手也被雇佣兵所青睐。 但是,古埃及军队有一个重要的弱点,那就是装备。 而古埃及军队的装备只有头盔和一个正面朝上的木盾以及缠腰部。 对于装备较差,人数较少的部族来说,他们是足够的。 但是,他们没有想到,在同一时期的西亚,一次民族大迁徙开始后,他们就会受到影响。 就文物类型而言,喜克索斯人来自迦南地区,属于游牧民族的后代,他们有一种重要武器——战马。 极克索斯的军队通常装备马车、复合弓、青铜短剑和金属盔甲。 古埃及的碎石箭头不能刺穿喜克索斯人的盔甲。 步兵无法抵挡风驰电车的战车,过度的装备差距,让古埃及人和今天的伊拉克一样节节落后。 再强的士气再强,也不能与美国高科技相提并论。 古埃及人第一次在这场战争中,尝到了民族奴役的耻辱。 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知道自己会失败,也有勇气站起来。 而古埃及人则是这样。 在十七世纪,埃及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喜克索斯人的这些技巧,并为自己使用。 自从塞肯内拉王开始,古埃及人就一直抵抗着喜克索斯领主的侵扰。 而从卡莫斯王的部分名文中,我们可以看出,古埃及人比喜克索斯人有了更大的进步。 他们掌握了一个新的兵种,舰队。 尼西石碑记载了对阿瓦里斯的攻击。 其中,舰队是不可缺少的。 当古埃及开始报复性战争时,古埃及人逐渐形成霸权。 这种霸权在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就显现出来,在图特摩斯的战争中,不仅有通过船队运输而获得机动性的先例。 甚至还看到阴谋的存在,古埃及人曾通过把箱子装进城中的食物箱偷走。 这是特洛伊木马的前身,作为最高统帅的古埃及法老。 古埃及法老经常亲自率军出征,战场上的军队是由师团组成的。 每一个师团都配备战车兵和步兵,每个师团约有五千人左右。 师团在赛提一世时期是三个,拉美西斯二世则扩大到四个。 战车和步兵是古埃及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。 每辆战车都有两名士兵,一人驾驶战车,一人用箭术或枪械作战。 每二十五辆车组成一队,有两种类型的步兵。 传统上以弓箭和近战为主,而近战部队则以对峙为主,并有大量同辅和短阵用于战斗,并有骑兵、水兵和特殊守卫部队。 古埃及在十八世纪的军事力量一直在扩大,但具体的数字很难估计,可能达到十三万,但显然过高了。 我认为应该只有五万人左右,如果不是十九世纪的拉美西斯二世出征卡迭时,区区两万人就不会了。 以前的中王国,古王国时期,古埃及的军队没有确切的组织制度,直到新王国时期的军事组织体系才得以完善。 下级军官是五十人长,中级军官也是百人司令,高级军官又是指挥二百人步兵连队的军旗持有者,又是部队指挥官,他们指挥几个连的连的旅团。 高官有军司令官代理,军书立,步兵书立,快和书立等,这些职务都是高级军官,除此之外,还有将军担任攻击部队的长官,而进攻部队的主要角色是凡老的继位军。 18世纪晚期,由于古埃及在海外驻军,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位,即国内最高统帅,其主要职责是为海外服役的军队提供训练有素的官员,与办公厅主任一直类似的作战部长,一般由维希尔兼任。 这个新王国的兵源,主要由当地的自由古埃及人组成,辅助部队是由努比亚人组成的,从阿蒙霍特普三世开始,外国的战俘就被编入古埃及军队,有些海盗也开始被雇佣进入古埃及军队。 在新王国时期,原来的舰队扩大到了海军,其主要功能几乎没有改变,主要是运输、通信和货运服务,并作为活动的作战基地,以及作为法老的探测和贸易船队。 在海军中,通常有200名船员,古埃及战船虽然不如希腊人强大,但却可以连成一排,这样就形成了一道海墙。 但他的作战功能有限,只能站在两旁射击。 从十二王朝起,被编入沙漠警察部队的麦德查人,到了十八王朝起,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警察和别动队员。 他们在古埃及官员的带领下,巡逻沙漠,警戒墓地,并承担着我们今天警察应该承担的责任,维护社会秩序。 同样,古埃及人也有警犬,帮助警察维持秩序和调查案件。 而麦德查人指挥官的明显很有趣,这似乎表明,麦德查人已经成为警察的代名词。 当新王国垮台时,古埃及军队变得更加虚弱,而且必须依赖外国士兵来维持国土。 第三中间时期,突然充斥着利比亚人和亚西亚人,从第二十二王朝到第二十四王朝都由利比亚人统治,而二十五王朝则是一个奴比亚人王朝。 而且其中有一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,那就是希腊人。 希腊人的到来,使古埃及开始了货币化时代,因为希腊士兵只接受货币,不接受食物工资。 希腊人的提前到来,也使亚历山大对古埃及的征服成为古埃及人的认同。 在二十六世纪时,古埃及法老对希腊人给予了更多的优待。 希腊人开始迁居古埃及,并大量成为雇佣兵以维持古埃及。 最终,希腊雇佣兵甚至成为古埃及主力。 而且,古埃及的海军也大量采用了希腊人的三列船队。 与此同时,我们应该看到,在二十七王朝的波斯统治后,古埃及的经济状况已大为恶化,甚至于到了三十世纪第二位法老杰赫。 甚至要劫略古埃及神庙里的财物,以组成雇佣军。 当时古埃及军队有一个详细的数字,那就是古埃及雇佣军八万人,希腊雇佣兵一万人,以及一支二百艘三列奖战船的船队。 在三十王朝的末王涅克·塔尼布被波斯人的三十万大军赶到努比亚以后,世界上再也不能看到,高呼着孟图的名字进行浴血奋战的古埃及军队。 至于埃及,将会有波斯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军队,最后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